每天100秒带你看两会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首先祝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今天两高报告出炉 其中涉及女性的话题格外引人关注 两份报告均谈到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强调严惩此类犯罪行为 最高法提出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 论罪当判处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 报告还披露去年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3356份 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 今天部长通道再度开启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透露 中国正在积极研发广浦药应对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回答中心社记者提问时表示 今年中国北部和南部发生洪水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女性就业的话题特别受到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女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慧表示 要通过加强监管减少企业单位对青年女性的歧视 杜绝用人单位在招聘晋升等环节对女性不友好的现象 他还建议要允许育龄妻女性具有弹性的工作时间和弹性的育儿假 婚育话题依然很热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校长徐景坤建议 大学本科阶段实行四年至八年的弹性学士 能给予有结婚意愿的大学生学习和组建家庭的时间自由 两会的日程已经过半 对于今年的两会话题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赶紧给我们留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